一件事情就是說 很多人批評蔡英文政府或是民進黨政府 做了很多事情侵害了民主體制或是台灣的自由 民主自由 我覺得這個論辯中少了一件事情就是利益之權衡 你不能光看表面的限制 你今天如果光看代理這個制度這個表面的限制 是有一些限制 你如果登記 你一定要登記 你不登記不能活動 你不登記就會被罰 它是有一定的限制 我不否認它是有一些限制 只是說你要去衡量那個背後的 為了達到的公益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說 為了防止滲透 為了民主制度的健全 這是不是一個值得保護的公益 讓它這之間的衡量能不能去正當化這個限制 你今天說 蔡英文說共同法有問題 好像直接民權受到了一些限制 或是一些比較高的民態 你要去看這一次的修法 它的目的是什麼 難道過去的 原來的共同制度沒有弊病嗎 那它現在取出這個弊病 是不是能夠去處理過去 現在做的修改能夠處理過去的弊病 這是必要之衡量 你說對獨立境外的侵害等等 每一件事都這樣 我覺得現在對方陣營所謂批評說 麥卡錫復批或是綠色國務或是白色國務 或是綠色國務或是白色國務戰線 通通都是只有指出來那個改變或是那個限制 但是卻沒有去衡量目前台灣的安全情況 跟台灣需要保護之國家利益 我覺得這是一個極大的盲點 我很遺憾的看到我所尊敬的老師甚至忠義院士都是這樣講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大的盲點 我們卻先把它知道絕對不是這樣子 年輕也不是這樣子 年輕如果沒有有真實破產這可能的話 根本不需要改 沒有這樣 就是說它背後有一定的公共利益 卻沒有人把這個公共利益講出來 政治民黨政府是非常雀諾的在這上面 我覺得大家要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不是說表面上的限制自由就是在侵害民主 它有一些是我們現在的安全極境是怎樣 各位都比我清楚 我常寫這篇 就是台灣現在面對的安全極境 國外的人看得很清楚 國外的人看得很清楚 所以它有這些東西 國安無法或是甚麼 這些東西有它一定的正當性目的 只是說我們必須非常精確的 像我們今天這樣非常仔細的說 這個制度是怎麼樣 是為了什麼 那它是為了這個目的然後做什麼樣的行為 我覺得我們現在都還在那個路程當中 就是要把那個要件 包括我今天只能口頭上跟各位報道 一些要件都要弄得非常清楚 否則的話是的確有可能會被誤用 來做打壓一級的工作的 不是沒可能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麥卡其主義也是真實的危險 只是說這中間就需要我們更多的 精細的去 仔細的去衡量 仔細的找出合適的手段跟措施 然後合比例性的來做這件事情 這才是我們一個民主國家應該做的事情 最後幾點 你知道中國也有NGO法嗎 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為什麼說會被誤用 因為俄國跟匈牙利都有境外勢力帶領的法 也許你不懂 好啦這樣講好了 俄國說你把我的 俄國今日在美國登記為境外勢力帶領的 我會把你的美國之音 還有法國那個自由法國電台 登記為外勢帶領的 因為你們是境外勢力要影響俄國民眾 我問你中間有什麼不同 雖然也有 中國也有 NGO 中國喜歡把真正的公民團體說你是受到外國勢力影響 要來在這邊搞運動 香港也是外國勢力影響 台灣也是外國勢力影響 蔡英文也是美國的走狗 根本則說 一個是美國帶領一個是中國帶領 這是非常廉價的一種標籤 那我跟你說 中國俄國匈牙利做的 跟美國跟澳洲做的有什麼不同 中國匈牙利還有俄羅斯他們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利 而其他的澳洲美國台灣要做的是要保護 我們體制 我們的體制然後保護 我們的危險那個空險 俄國跟中國不介意打壓嚴格自由 他沒有這麼多的考慮阿 會不會過渡阿 會不會白色恐怖阿 他一直在壓榨 跟古丁或是跟中國共產黨不同的 所以他戴那個帽子來做 他只是換帽子而已 但是在自由民主體制之下就不是 就是要 必須像我們今天講的 必須要認真地好好地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各位知道 那個是背後觀點的不同 背後我們是民主體制之下的合理之限制 還是威權之下的用某一種帽子 境外勢力的帽子來打壓意志 這對面是有不同的 我必須說這是有不同的 那台灣不會走那種打壓意志的路 但是我們要小心 要做比較嚴謹的 國安立法上要做比較嚴謹 但是在比較嚴謹的情況下我覺得此刻 我們先謝謝陳恩 然後也謝謝陳輝 那個接下來我們開放三個問題 來讓大家問 有沒有針對剛剛的東西 好我們看到 OK好那就 好就先稍微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再一個這樣子 好那一點就行了 我想請問說 就是為什麼 剛剛這樣聽下來講 就是 世界外勢力是以國 最為它的那個 是代理的那個主體 那為什麼不以政治裡面 做為代理的主體 因為像如果說國化 像以中國來說 它牽涉到香港那個 你是不是要把它視為 中港制的認定問題 但是如果說 直接以國式裡面來講 我宣傳是國兩次 那這個 這個就比較不有真理 就我 我想要 我比較好奇這一點 謝謝 好然後還有前面 我們兩分鐘好不好 好 好 就剛剛有提到說要 就除了從法律 還有那個 民眾他們那個 媒體制補的一個能力 但是台灣還有 台灣有個問題 又是 可能我們的教育 其實本身是 不 雖然表面說 是要讓我們去培養 說獨立思考 能夠有創意 或怎樣 但偏偏 我們教育剛好是 講的跟說的 完全不一樣 這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問號 因為你如果 你如果都是用考試 那這樣的話 人們並不會去重視說 你有沒有獨立思考 能力 你能不能去辨別 這個東西 那這樣的話會 會培養起一群盲目的人 好 謝謝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你旁邊 旁邊都會想 兩位老師好 我 我是一個媒體記者 那對於 這個 代理人登記法 有幾個 最主要的一個疑慮是說 那個代理關係 它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它跟民法上的代理 有沒有不一樣 那另外 也跟代理關係有關係的 就是說 比如說我做媒體 那 那 當有一天我被共產黨要求做平衡報道 我的要求做更正的時候 這樣子 有會不會需要去做更進呢 像這樣 謝謝 好 那後面還有一位先生 當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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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類的東西 有那種方法 對 可能會有 能夠對他們的群組內容與國外的統統層 精緻到什麼樣子 的路程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四位突問了 那我們一樣先請請 請請 我先回答第一條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不從實時認定開始 因為你的部分 剛剛講到的部分其實是實時認定 也是言論認定的部分 坦白說正是因為如此 因為我們剛好請問 本法本身是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言論自由的防禦制度 而不是本身 反而是 言論自由是我們跑到的目標 但你肯定的自由 設立的最大問題就是說你的內容 所以內容審查的部分 其實我們認為就是 需要有必要的原因和理由的 所以它應該是屬於更嚴峻的方法 也就是說如果它涉及的是 跟刑法有關的 重大犯罪行為有關的 所以它不應該是在這個階段處理 這階段處理的是 訊息來源必須要揭露 知道公關揭露的問題 要透明的問題 那至於更進一步的判斷說 有沒有已經到了違法的部分 那要下一步 要更嚴急 因為它可能如果說判定日 這是涉及的重大國安時間的話 可能涉及到重大的刑法 那要按照嚴格的刑事訴訟法的取證 然後已經駕成去 我們才能去決定這個罪行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是把它放 這個應該放在後階段 還是前階段 這是我的第一個說明 那第二個是說 問到說 記者先生問的是說 如果被要求曾經說明不分 對不對 第一個這裡面 我們所說的這個代理制度裡面 這個代理 我覺得這個主要是跟 agent這個字本身成了一個 一個大條的東西 一個名詞 這個我們把agent翻成代理 其實某種種類的 大家應該這樣去理解 就是它是一個代理 代理或行為者 代理某個刺力行為 這個等於概念 所以它其實像剛剛 包括陳恩剛剛你們解釋 就是說 其實這樣的關係裡面 它不限於這種 我們只講的 我們一般民法上比較嚴謹的說 有法律上的關係 有資金上的往來 事實上它是更大 它是放得更寬的 它是有一個更寬的角度 比如說你們這些 確實存在的一種 包括監督管理也好 或者說 或指令關係也好 或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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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要求 你去實行的部分也好 媒體的部分的誠信 在我們理解 這個事情 我認為不是的原因 第一個 裡面不存在這樣的 剛剛講的這些關係 第二個 你的誠信的部分 只是為了你確保你的 言論的實證性 做的必要機會 所以它不存在 因為 因為你如果覺得 必要成親的時候 你不會一定成親 對阿 如果 可是個案 怎麼我們剛剛講的 看到的那個案例 譬如說 油場 非做不可 而且還要拍頭版 所以這個事情就不存在 這不存在 第三個是 也是實質審查問題 我剛剛說過實質審查對我們來講 對言論的實質審查問題是重大的 而且涉及重大的民眾利益 憲政利益 它必須要通過比較嚴謹的程序 那嚴謹的程序的話 我們一定要放到有更嚴謹程序的 法律規範的地方來加以審查審理 所以我們說這是屬於後階段的法 屬於刑法的 屬於即時實體法的部分 要透過刑事程序的嚴格的取證和論證的方式 才能去決定這件事情 那這本法的部分不是 是一開始我們就 它是一個經濟的 我作為一個比較形象性的比喻 這是一個比喻 我們這個法等於是在架測雷達 你雷達是我要知道有沒有飛機靠近了 至於你要去靠近的話 靠近這個飛機的時候 那飛機是敵機還是敵人的轟炸機 戰鬥機要不然把它打下來 那是後面 對不對 要更嚴格的取證 要更嚴格的知道說 它確實的是有敵意的行為 它不是民航機 它怎麼要丟炸彈呢 你才會跟它做對應性的回應 那是後遇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說 這一部法律是一個前期的預計性的法律 然後必須跟後面的國安物法 或其他的任何的刑法做配搭 適合其犯罪行為要按照實體法來做 然後如果實體法中有所缺漏的部分的話 應該是實體法的部分要不要檢討 要求這種問題 而不是在這部法中 我把它包上包海 然後揉成一個大力圓 用一部法律來解決所有問題 至少我認為這樣的方式 不是好的路徑 不是一個正確的路徑 也不是我們這部法在推動的邏輯 大概是這個問題 我是不思考 第一個關於實質跟內容 或是思考的問題 一個是真的 一個是假的 我舉幾個例子 當然我知道 我知道我們現在講的制度 都是跟所謂境外 或是外國 政治勢力 政治勢力 那都是跟政府為關的 那非政府算不算 那有一些是假的非政府 有一些是真的非政府 假設兩岸和平促進會說 我要提倡簽署和平協議 因為全世界都在做和平運動 各地都有和平協議 我說我只是在推動一個思想 那我不是誰的代理人 我就是有這個理念 那你覺得他算不算外國代理人 那你說和平協議好像是中國 十七大以來 都在他的整個報告上面 兩岸和平進程中間很像 所以似乎是有跟政府 跟中國政府有所關聯 那你說這時候我在進行內容審查 沒有 我只是跟剛剛小蕭的一件事一樣 我只是在找其中的觀點 並不是在就你的內容 是可以放進來 或是要不要跟進來做審查 那我覺得這一類是屬於假的中議 或是假的非政府 另外一個比較難的是真的非政府 比如說這是真實例子 各位都知道在推同婚的時候 推動就是支持同婚的這一方都說 反同婚方有非常大的金錢資源 以及人力資源 其中金錢資源懷有境外 請問這個時候 不管反同方是什麼會好 不管是什麼猛或是什麼 他們有沒有義務要去揭露說 他背後的機器人來源是從哪邊來 你覺得有了什麼猛或是 這真的是非政府 就我們所知 大概是非政府 大概有一些是宗教右派 有一些是 真的是非政府 就是說能不能算說是 境外代人登基法中間的所謂 外國政治失明 可能真的有問題 但是可以實際覺說 這個對於 這是一個真實的政治程序 要決定的事情 不管是透過立法 或是透過大法官解釋 都是一個政治程序 就是台灣要不要讓同婚合法化 影響這個東西 有一些勢力是有可能 有懷疑 是有接受境外寄錢 但是非政府 你覺得這是需要揭露 還是不需要揭露 我也覺得需要 我也覺得需要 那這時候可能 要做的就是把它 在這個要件中間 去跟政府做一個理解 就是說這個是屬於 境外某些政治勢力 比如說境外的基督徒 反同婚聯盟 或是這種事情 那它的確有在國外的政治活動 它在美國有反同婚 有支持某些教育等等 它要影響美國的政治 它也要影響其他國家的政治 所以它有一部分 可以說是政治性的 也就是說用這種 揭露性的法律去處理 在非政府跟政府邊緣之間的 然後覺得國內是需要管制的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做的 這部分又要有些有誤用 比如說有人在美國主張 就被誣陷 有那種民權團的人舉張 要和平運動 或是要非政府主義 那就被 在麥卡錫時代 就說這樣的人 是在為俄國在做政治宣傳 是有這種歷史 是有的 所以這個東西要小心 民法代理 我跟那個小小的意見一樣 就是說這個agent 是有誤會 這邊的agent 其實就是它的工具 它的幹員 因為agent也是幹員 就是CIA也是幹員 就是一個政府 或一個組織 要去達到它目的的一個手腳 那這邊agent 比較這個意思 那民法上代理比較是說 它有沒有那個權力 能力去為被代理人 進行法律之行為 它看到的比較是 進行法律之行為是權 而不是它要達到什麼功能 我覺得這邊是一個 因此的問題 被中國要求跟著 這個也是我誠實的一個問題 我問過新聞的學者 就是說如何去區分政治宣傳 跟正當新聞的主播 然後他們都跟我講說 那是那個內容審查 他們現在都不管 他們都管的 只要是架構性 就是說這個民主市場中間 是不是能有受到金錢 或是權力的影響 然後它的發造是一個公平的等等等等 他說我們比較不管內容 但是我一直有這個困惑 就是說 怎樣的行為算是政治宣傳 怎樣的行為算是正常新聞的主播 例子剛剛說 如果你在 因為某一個媒體 假設蘋果 我不知道蘋果在中國有沒有 比如說蘋果在香港 被香港中聯辦說你要要求承清 讓它承清了 因為那個網站就過來了 就進入台灣 然後你說這個叫做 因為你被中國要求 或是中國的香港中聯辦要求 所以它就做這個承清行為 然後就進入台灣 比如說它成為中國的香港 會不會這樣子 我覺得不會耶 我覺得 因為它是因為有平衡報導的情況 它有中國所不為中國所喜的報導 然後被它要求承清 然後報導中國的觀點 那它 我覺得 by definition 我覺得它先天上它就是有不同的觀點 以它這個行為 我不覺得它是一個政治宣傳工具 但是我的困惑仍然在 什麼情況下是政治宣傳工具 什麼情況下要做正常新聞直播 我只能想到幾個 一個是 觀點是多元性跟觀點是中立性 然後正常的多元呈現 跟一個查證的意義等等 這種新聞的最基本的要求 但是 我覺得 我還是要問 還是希望 我們立法到後來是有更多的 就是政治宣傳介紹我覺得比較難 所以為什麼我們 我跟妳講 就是 館長跟那個黃國昌說 紅色媒體 大家心裡想都不知道是哪一個 但是 旺中 雖然大家會覺得它是重要 其實我們也花很多時間去說 旺中到底能算是中國媒體 或是中國代理人 那今天七月新政局 我覺得是關鍵的 對 我覺得那個接受指揮 那個大概就賴不掉 所以說 我們去尤其去說 我們抗拒紅色媒體很簡單 但是誰是紅色媒體 任意不簡單 任意不簡單 我們今天要謝謝這兩位老師 陳恩 還有陳輝 來幫我們做這個完整的 針對這個境外勢力代理人法案 的一個說明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延伸的一些指控 或者是一些疑問 來做一些回答 那我還是在這裡 就是請大家 就是 能夠給我們 再給我們一些時間 因為 我們還是沒有把我們的草案 放在廣路上 即將要放上去 但是 因為 我們也被要求就是 下一個會期 畢竟還是 九月中 他們才要開議 所以在這當中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然後還有很多階段要做 那我們其實也是會陸陸續續在 經驗去政治的講座裡面 試圖去跟大家說明我們要做的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階段性的回答大家的一些疑問 那如果說對美國還有澳洲的法案 還有想要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想要知道的話 其實可以過去翻那個去政治前幾個月的一些討論 其實也是這兩位專家都有做相當深入的一個討論 那大家現在階段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回家 然後盡量在網路上 就是把這個連署的工具連署出去 然後我知道今天又 宇昌這邊也很感謝他們在做主治稿 那就是各種訊息 可以把正確的訊息放到網路上 然後傳遞讓更多人知道 因為我們也知道就是 就是統派媒體或者是國民黨他們的 他們一向就是很愛抹黑很愛貼標籤 他們就是打模糊髒 那我們就是 我們這邊比較缺麥克風 就是希望說大家可以把這些正確的資訊 這些其實往往不是說我們把草案放上去 就可以理清這些事實 這些事情其實沒有 所以還是仰賴就是說 大家把這些資訊傳遞出去這樣 然後經驗去政治的講座是 每個月一三五禮拜三 我們都會固定在這邊舉辦 下個月應該會是最後一次 然後募責他們會翻家 那我們都會把 我們都會把接下來的訊息 時間地點都會放到我們的網站上面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 關注我們的網站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今天 謝謝你們 你可以宣傳一下那個 副臺的房東地方 對 網站直接上網搜尋 這邊 這邊 這邊剛好有那個 激進黨他的那個 立法那個連署 就如果有 對 他這裡有什麼 不知道要去 這樣 欸 可以直接拿 直接 直接 可以掃 對 線上 線上 那 剛剛講說什麼 橘子稿上面 橘子稿是 你最抽選 禮物理差 可以 禮物理 對不起 禮物理 在這兒